NASDAQ 股票交易所 荔枝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股票代码为LIGI 先于喜马拉雅 蜻蜓等行业头部企业 成为中国音频第一股 本次IPO的发行规模为410万ADS 每股11亿美元 按发行价计算市值约5亿美元 荔枝2013年上线 它以帮助人们展现自己的声音才华为使命 主打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 截至2019年11月 平台已经累计超过1.7亿音频内容 荔枝CEO赖一龙在投身互联网创业之前 曾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做过电台DJ 他表示 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未来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赖总您好 首先很高兴您来到NASDAQ 也恭喜荔枝成为中国音频上市的第一股 因为您之前是做这个电台DJ 后面的话您有做互联网的创业 对 为什么当时想到做荔枝呢 在2013年的时候 智能手机开始普及 我就想到 我想做一个 自己非常喜欢的创业 我就想到了电台啊音频之类的 这些是你擅长的领域 对 是我擅长领域 但是之前从来没有想到 我从电台离开十几年之后 会再做一个跟电台有关 跟音频有关的创业 当时候就因为喜欢 也看到了一些机遇 就是智能手机补接了之后 大家会在手机上面去 消费音频的节目 荔枝是在国内的音频平台里面 比较独特的一家 因为我们一直都坚持在做 用户产生内容的平台 就UGC的平台 面对的是大众的草根的用户 分发的方式 也是用百分之百 用AI的方式做分发 荔枝从第一天开始 就定位为一个全球的公司 我们希望有一天 把荔枝能够传播到全球 我们取名荔枝 也是有一口号叫 生于广东 知名全球 因为荔枝是广东出产的 但是在全球的人们都知道它 这个也是我们的愿望 所以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了 开始在全球开始推广一些 我们自己的服务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坚定地去走向全球的市场 那么您会不会觉得 短视频或者说长视频 或者直播的这种风口 会抢了耳朵经济的 这个一部分用户 眼睛的经济一直都是非常火热 从长视频到短视频 到游戏 大家都是在用眼睛 我觉得现在用眼睛 已经用得非常累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2019年 苹果的Apple 节目内容参与大量的音频的互动 我觉得矮朵经济是刚刚开始 虽然荔枝的发行价 在发行区间的底端只有11块钱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价格已经上涨了32.9% 2018年 荔枝实现近8亿元营业收入 同比增速超过76% 2019年第三季度 荔枝实现单季收入约3.3亿元 同比增速达到72% 虽然营收增长迅速 但是像行业内的其他公司一样 荔枝并未摆脱亏损 上市之后 在实现盈利方面 荔枝仍将努力 那现在公司上市了 可能很多投资人 会盯着公司的这个盈利 那么在收入这一块 其实公司大部分呢 是依靠着对主播打赏 这方面的收入 那您觉得这个收入模式上 您现在满意吗 还有哪方面可以提升 收入模式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有更好的增长 因为我们立志团队的风格 都是非常之专注 我们可能是一开始做的是 应频的虚拟礼物这个方向 我们就专注把这个方向做好 在未来也不排除 我们会去探索更多的商业的模式 包括是粉丝的会员 包括是一些声音类的游戏 我们都在探索 我们相信立志的商业模式 最终是多样化的 但是我们希望是 把每一样的商业模式 都做得比较扎实 因为我们在虚拟物品的收入 是过了十亿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数据 我认为如果是一个商业模式 你没过十亿的规模 它都不算一个 正是庞大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是 找到了第一个商业模式 我相信还会有第二个 好的 感谢您接受采访 谢谢 立志真正能够用声音 传闻到全世界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行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